來到林頂這邊 不僅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整個生態以外 還有它的整個地理環境以外 那其實來到這邊 其實一個小小的林頂夾面積範圍不大 但是 但是 它的廟宇卻非常的多 那這個小小的一個林頂夾面積當中 我們就可以發現有四座的廟宇 相當厲害喔 密度之高 我們知道其實全台灣廟宇的密度最高在雲林那邊 可能三不一小廟 五不一大廟 那這個林頂夾這邊也不遑多讓啦 那在林頂夾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阿龍家身後的 這邊有一個白色的建築物 這個是所謂的阿彌陀佛廟 那供奉的主神是所謂的佛教當中的阿彌陀佛 那例如說我們到了佛教的寺廟當中 一般供奉的主神大部分是所謂的釋迦牟尼佛 那它的左手邊是所謂的東方曜世獨立佛 那右手邊是所謂的阿彌陀佛 那有的廟宇當中呢 它會供奉的是所謂的觀世音菩薩 那依據每一個佛式當中他們供奉的不同啦 那擺放的主神也不一樣 那阿彌陀佛他算是佛教當中的一個玉皇大帝 他是佛教之王 那他保佑的這個我們阿龍左手邊這邊 可以看到這整個花蓮溪當時他們一個傳運 保佑這些漁民啊傳民的一些安全 那於是他們在這邊設了一個阿彌陀佛廟 那除了阿彌陀佛廟以外呢 這邊還有所謂的一個正成宮廟 還有一個麒麟王廟 還有一個土地宮廟 台灣大大小小的廟宇當中 土地宮廟是相當多的 可能一個田地間阿就有一個小小土地宮廟 那有的土地宮廟可能只是供奉了一個石頭 就代表土地宮的一個塑像 土地宮我們一般稱為土地宮 那到了墳墓那邊可能稱為後土 它有不同的名稱 那土地宮早期阿 他是原本是一個地方的一個官員 因為他勤政愛民 那對人民也很好 他本名叫張福德 那人民感念他在他往生之後 那就把他供奉 尊稱他為土地宮 有點類似我們現在行政單位的里長 保佑鄉里門的那些平安 那土地宮一般我們會拜 也是像求財也會拜他 因為以前早期農業社會有土師有財 那他既然管土地 那也同時也管了農地 那農地的那個農作物興盛 那人民自然會發財 所以一般我們在祭祀的時候 那求財的話也會拜土地宮